能成就佛法 成就阿多罗三面三面地 也需要这六个波罗密 这六个波罗密里边 很重视这个禅和波尔波罗密的 重视这个禅和波尔波罗密 但是前四个波罗密 是禅波罗密的一子处 所以你也一定要学习成就前四个波罗密 你一定也要不要找柴位 不要找爱你的家 也要这样子 所以也要施波罗密 借波罗密 饮波罗密 敬敬波罗密 而且这个修禅定的人 这个敬敬波罗密是更重要 我说我一天就这半小时 你想得禅定吗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要逐渐的增加 逐渐的增加 你老是精进 这个是禅波罗密和其他的波罗密是不同一点 是要特别精进才可以 不过是禅波罗密也有一种情形 就是你有了多少成就的人他能精进 因为有多少成就的人他腿子一盘他心里面欢喜 心里面欢喜的 所以是有那个大修行人有料功夫的人他在深山里面住 修偷偷偷心我们也聚落里面城市里面的人看他哎呀那有多苦啊在那里吃的东西也太简单了住的也不好啊 神们都是很落后的呀 这是我们的右眼看的 但是那个修行人他心里面很快乐的 所以他在深山里住他能住 所以这个禅呢这是初开始的时候有点困难 一个腿子痛 一个是内心的妄想不容易调伏 这初开始是这样 等到过了这个难关以后 那是不苦的 不是太难 修这个禅波罗密也由前边的四个波罗密也做个依止处 做个条件 你成就了前边的四个波罗密 修禅波罗密也容易了 成就了禅波罗密以后 在禅定里面呢 观主法事项很容易就得波尔波罗密了 就得无声化音了 那么继续修行 当然就是得无上菩提了 就成就佛的功德了 所以啊 为得无上菩提 你也要有着六种波罗密比